其实这个相关的网络影片 我听到已经一段时间 那受害者其实不止我 也有很多的公众人物 还有知名的女性艺人 那所有的人其实对这样的行为 都是非常的生气 而且绝对不能容忍 那社会也应该要共同提出谴责 并且应该要遏止这样子的行为 那其实这样子的影片 对很多女性来讲 以假乱真 用AI换脸的技术 会让大家信以为真 那也对我们的名誉造成很大的伤害 那甚至不断的流传 这个可能会造成很多人 可能一辈子的伤害 所以我也希望说 能够修法来遏止这样恶劣的行为 也认为全民都应该要谴责 并且应该要一起来遏止这样子的行为 所以未来我们也希望提出相关的法令 针对现在的这种AI变脸的新科技 新的这种犯罪行为 能够加以去规范 那国外其实也有很多针对这种AI变脸要求 就是视为是假新闻假讯息 甚至呢应该要用刑法来加以规范 或者是呢 针对这样AI变脸的技术 要求能够加注相关的这个说明 那我们也认为说 台湾的法令还不足以去规范 那未来我们也会提出修法 来严惩遏止这样的行为 那全民也应该要共同谴责 针对这样子AI变脸的影片 其实在网络上流传非常的多 那尤其是涉及到色情或是猥亵的影片 其实已经是一种性暴力的行为 那很多的受害者不只是我 还有很多公众人物 还有知名的女星艺人 甚至网红等等 其实这些都已经对我们当事人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那很多人其实不断的下载 散布流传 其实也会让大家信以为真 而且大家也难以去分辨说 到底这些影片内容是不是真的 所以其实是对于当事人终身的伤害 那我认为大家应该要共同的谴责 而且应该要遏止这样的行为 去散布或者是去转传 那我们也认为说 这样子的行为不仅是需要严惩 而且大家也绝对不可能去接受 那未来我们也会提出相关的法令的修法 针对这种新的科技犯罪 不管是AI变脸或是其他的数位犯罪 都应该要有新的法令来加以规范 那国外也其实也有很多相关的法令 那台湾现在规范还不足 所以未来我们也会在立法院提出相关的修法 希望能够遏止这样子新形态的犯罪 不仅是刑法的重臣 更要让社会一起来共同加入我们 然后一起来谴责这样子的恶行